花莲市公所在这个星期六举办了113年母亲节表扬活动 邀请53位的母亲代表和家人提前欢庆母亲节 市长魏佳燕祝福每一位母亲都可以健康平安和家安康 他表示母亲是家中最伟大的支柱 希望大家行校要及时 爱要勇敢说出口 让妈妈天天都像母亲节一样快乐 花莲市113年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4号在美轮饭店举行 市长魏佳燕表示 母亲是家中最伟大的支柱 希望大家行校要及时 爱要勇敢说出口 让妈妈每一天都像是母亲节一样快乐 今年是我们总共是有53位的表扬者 我们模范母亲 那也跟我们所有的母亲们说辛苦了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说 其实在我们华人的 比较不愿意去跟妈妈说我爱你 那也不愿意比较害羞啦 那也不喜欢这样直接的说出口 都是默默的付出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能说出口 对妈妈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鼓励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外面受了委屈 回到家 第一个安慰你的就是母亲 那我也希望说不要吝啬地说出我爱你 我爱你母亲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待会会在台上 我会跟所有的宝卷们说 我说一定要对妈妈说我爱你 每天都可以说 每天都是母亲节 最后也祝福今天所有的模范母亲 母亲节快乐 大家都辛苦了 花联市公所精心安排了精彩的表演节目 让母亲坚韧勇敢的付出 才可以撑起一个家的感人故事 市长提醒大家 要把爱和感激付诸行动 让母亲还在身边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爱与尊重 她也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介络会欢事报道